万里的公寮 实在看不出那是一个公寮 我去查了一下 它的土地 这是它的权状 土地的权状 房屋没有 因为房屋根本没登记 房屋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房屋 土地的权状是多少面积 是755平方公尺 各位 一平等于3.3平方公尺 等于228平 有一个公寮 228平吗 你看过这么大的公寮吗 他说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就不是捐 公益信托的受益人还是他自己 那怎么叫捐呢 所以我也秀了我的这个董事辞职书 这个辞职书因为董事辞了后 董事长就辞了 总经理也辞了 我就说我只是没签名 等赖清德 你什么时候捐 忙个蛋了 要等到当时 投票只剩下20几天了 你还等 等什么 你立刻捐 我立刻迟 我立刻名字日期填三 我就迟 我就看赖清德 到底你要什么时候 真的把你的土地拿出来 不要用这种 移花借木的障眼法 转移焦点 模糊焦点 这44秒钟 柯文哲所说的是事实 过去蔡英文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跳票是事实 过去他们没有盖出太多的社会住宅是事实 而赖清德所喊出来的居住正义的政见 同样是在一个跳票的基础上头 未来可能继续的欺骗人民是事实 到底谁不让这段事实被真实的还原 难道AI真的这么进步 真的是完全能够掌握到重点吗 我觉得民事还是要说明 到底发生什么事 也许真的 我也认为他们没有那么 那么故意说要剪掉 但是 但是 他只要说明清楚 在哪个地方 因为这个 专业问题专业解决 就是说他到底哪个地方是问题 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所以就一样嘛 如果昨天静音五分钟 他们就要讲说 哪个地方出错 还有一点 这种总统副总统的这种 政见发表会 如果硬体还会出错 也是很糟糕的 这表示说 他这个倒立 做事太不认真了 所谓的消失的44秒钟 这个不是民事所为 我们在民事的 那个新闻网 跟FB 粉丝页上面都已经做了澄清 我们送出去的各路的讯号 主要是给三个对象 第一个对象 是给中选会 第二个对象 是给所有的媒体 第三个对象 是我们自己的内部 也就是这一次 你们认为说 出了问题的那44秒 是从民事的快新闻 透过YT直播出去 少了44秒钟 那这44秒钟的这个讯号呢 我们也同步 同样的一个完整的讯号 一模一样的东西 在FB上面 也是有完整的直播的 既然 送给YT跟送给FB 是同一套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 YT的呈现上面 去减掉44秒 而在FB的呈现上面 不减掉44秒 完整播出呢 我们也在想 有没有可能在接收端 那边会出了问题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到这个部分呢 因为牵手 牵手到别的公司 别的行业 我们也没有知道 它的回应是什么的 之前 我先不做论断 可是 我可以保证 就是在民事出去的 所有的讯号 我们没有 不会 也不必 去做一个恶意 减掉44秒 去截取掉 这44秒的内容 因为刚刚 陈志涵 这个陈发言人 也是我们部分区的 候选人所提到的 说他所收到 民事的一个 经理的一个回应 说这个过程呢 可能是因 AI 自动筛选掉 所导致的 我说 这个没有经过 这个AI 而且我们该位经理 他说 他的原话 他说 他说的是系统 并不是AI 而且不是 被筛选掉 或者是做了其他 什么任何的手脚 或者是动作 我是念过 顾炎武廉耻的学生 那除了顾炎武廉耻里面 剩下的十个字 我还记在心里面之外 其他我都忘记 这廉耻里面写了什么 可是我非常记得 在论语里面 孔子曾经对子贡说 那八个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我用这八个字 来表达我们今天的立场 同时来澄清 我们民事的作为 绝对不是 所谓的偷偷剪掉 污辱智商 手段低劣 明显违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剂 注意这是什么 提供的理解 非常相机 接线 增的 我已经找到了 看到 请感谢 看到 按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